花蓮市玄祭宫连续9年透过花蓮市公所设服公益整合平台 将民生物资转赠给弱势家庭 花蓮市长14号颁发感谢状并表示 花蓮市近期内将会设立食物银行 希望能更有效的帮助更多民众 秉持着北极玄天上帝慈悲为怀的精神 玄祭宫每年农历3月的玄天上帝圣诞 以及农历10月的平安宴都会捐赠上百份物资 给花蓮市公所提供民生必需品 希望能贴近弱势家庭的需求 因为民生用品 希望可以贴近我们历史的家庭的需求 而且透过我们花蓮市公所的公益平台 这一百份物资当中除了会整合到食物银行的平台之外 也有一部分将会捐赠给国庆礼的弱势家庭 李公主她对国庆礼的一个照顾 长久以来对国庆礼的弱势的族群们 每当有玄天上帝她圣诞跟年底的平安夜的时候 对于物资的发放 国庆礼长在这里特别感谢公主能够眷顾这个 国庆礼的这些弱势的团体 市长为家先在14号上午也特别颁证感谢状 感谢玄祭供一连9年不成间断的散举 那我们可以看到李公主真的很发心 那今天也逢玄天大帝的兽蛋 那我们希望说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物资 未来不只是发送到我们一些需要帮助的社团 还有个人之外 我们也未来也将成立相关的食物银行 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未来我们也积极规划 把这些大家募集到的物资成为一个大的平台 这样有需要的人就即刻可以去领取 那再次我要特别感谢很多的 群聚工的一些信众大的发心的爱心 市长为家先也呼吁画链相亲 如果发现周边有个案需要协助 请通报给当地里长或里干事 也可以反映到事工所设劳客 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